第一个当然是我觉得内裤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一件内裤 如果你每天清洗 还是会惨得有0.1克的粪便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没有洗干净 还是会造成内裤的这个 更容易衍生更多的戏剧 而且很多妈妈们都喜欢 那种万年老泪裤 就是穿很久还在穿 有的穿十几年 我现在是好不容易 才改变她的习惯 然后她发现原来有更多好穿的 否则她们以前就喜欢穿那个连绳的 很容易会有烧痒跟臭味 不只是这个长辈们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她会觉得说 有时候换新的换别的品牌 穿起来没舒服 有的会刺刺的 那还不如说这个古早的 反正洗了之后越穿越舒服 可残不知其实内裤是要 她残留那个便便 就跟我们的毛巾一样 使用一段时间的时候是要换的 其实我很常建议我们的患者 就是可能内裤的挑选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穿太紧的 因为很多女生她们喜欢漂亮 所以她们要选那些很性感的 蕾丝的 其实那一些反而会造成过度的刺激 不过我想问的是说 那我们在吃的部分 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改善方法 我们先从吃 等一下再从外来做解决 其实有几样东西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 蔓越莓其实我们很常听到 因为其实很多女生 她们来我的诊接 她们都一直问我说要吃什么 吃什么东西 那我跟她们讲吃益参菌 但是她们想说益参菌就是蔓越莓 她们只想到蔓越莓 可是蔓越莓是比较偏 女性的比如说尿道感染 对 蜜尿道感染 那其实她因为她有一个很丰富的 像她其实有维达兵C 那有一个叫 那再来就是鑫啊铁啊 这些其实都是对女生 都是好的东西 而且我刚刚提到那钱花青素 其实会让我们的 比如说细菌要去附着 在我们的尿道的时候 她会这个成分 她会让她没有办法附着 对所以其实蔓越莓 其实对女生来说 其实很多女生 她们有尿道发炎 其实蔓越莓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那再来就是毛豆 蛋白质很丰富 对 还有呢 对 再来就是她就有植物性的磁激素 其实我们女生她去补充她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 多少会补充一点的磁激素 所以其实当然我会建议不要过量 但是我觉得可以适时的补充 其实是OK的 那磁激素就可以减少 我刚刚讲的这些干涉的情况 其实老人家她们其实可以多补充 再来就是大蒜 大蒜其实她是 我们就知道她是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产品 所以其实她其实可以让我们女生去减少我们的发炎 因为她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再来就是坚果跟酪梨这两个呢 她们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油脂 其实我会常常建议我们的患者吃这两样东西 其实是因为我们女生的荷蒙都是来自身体的一些脂肪油脂去代谢成为荷蒙的 所以当我们补充坚果或酪梨呢 其实这两样或者是比如像是鲑鱼啊 也是一个好的油脂 那样就会慢慢的转变成好的荷蒙 让提供我们女生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滋润 这个是我们在食物上面然后饮食上面来改善 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应该说平衡我们的免疫力 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私密处有一些状况有那个味道 那这些可以帮我消除味道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补充一些蔓越莓 我觉得这是目前这几样来说是比较可以去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呢其实我会发现有些女生 她们只要觉得她们怪怪的会痒啊有味道的时候 她们就会去塞药 她们就很爱去买那个药剂来去塞 这样其实也是错的 其实你应该去给医生看看到底你的分泌物是感染的 还是不是感染的 如果真的是感染你在塞药 不然的话你不是感染情况下 你又一直去破坏你的阴道 你的那个塞剂其实会去破坏我们阴道的好菌 所以反而会造成发炎 那如果不是感染的话为什么会有味道 其实我可能就是一些 比如说我们自己一些平常的清洁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内裤 有些女生她们可能在内裤的挑选 或者是清洁上面没有达到很完善的话 其实这样也会引发有一些味道产生 包括你挑选 甚至在洗涤的过程 或者是晒干或者是风干这过程里面 都会影响 所以Lawrence贴心帮妈妈买的这个内裤就可以分享一下 包括就是说可能不是这种感染的这种异味 对不对 或者是不舒适 是不是都可以解决了 很常建议我们的患者 就是可能内裤的挑选真的很重要 就像刚刚医师所说的 其实在平常的饮食跟照顾上面 我是觉得其实有帮她照顾到 但是就是在内裤上面 我觉得她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亲自带她去挑选 一般来说 我帮这个我妈妈挑选内裤 我可能会有四个方向跟观众分享 第一个当然是有没有符合我们东方人 尤其是台湾人的体型 因为台湾人是比较络里型 有些人其实腰不出 但是屁股特别大 所以有时候你在挑选这个内裤的时候 是不是符合人体工学很重要 因为她如果穿一穿没多久就松掉了 其实她就没有办法 很好地去呵护她的私密部位 或者说有时候妈妈们会很在意 她臀部能不能稍微包住或挺一下 而且你越容易松 她就容易长无纳垢 她的纤维蛋松了以后 她纤维跟纤维的缝隙就加大 你直接用浅维镜去看 里面塞一堆脏东西 而且很难洗干净 而且当你那个纤维已经变颜色 就代表你其实完全没有洗干净 或者是她可能残留那些洗剂也在里面 所以是裤头的这个部分 不是裤头 包括你的这个腿的这个部分 也会松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 是不是符合人体工学很重要 第一个我觉得材质也很重要 这样选一些抗菌 或者说一些机能性的就是内裤 比如说还有运动性的内裤 她可能对你的腰围腿围 这些都有特别加强贴附的 但是她贴附的过程当中 她的散热效果又很好 就可以减少她在夏天的时候闷热 李赛当然材质也很重要 刚刚强调嘛 除了你要人体工学材质 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际穿上去 就清洁方式 清洁方式是不是容易也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材质 像唇棉材质不是不好 但唇棉材质其实它 一段时间一定要更换 因为它非常容易吸这个 对 常污纳垢的部分 它的这个清洁力 而且卡住这种不是那么好 不难洗 对对 不好洗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内裤 它如果你清洗不完整 或清洗不对 它每穿一次如果你穿得 它排便的时候 它每一次内裤 每一天都会残留 零点一克的这个粪便的 所以想想看你 其实如果穿了半年不行 你自己乘以180天 就可以知道你上面残留 多少的这样东西 也因此如果你省了内裤 却失去了健康 所以其实内裤 真的要常常更换 而且要选对内裤 而且要选一些机能型的 而且是对我们这个 台湾人去做人体工学设计的 会比较好 哇不要小看这一条内裤 因为它的影响这么大 是啊 它不是这种内裤 它真的就是帮助你保护你很多地方 最贴身的反而是有时候 而且它其实奇迹也不大 最容易被我们抹 而是我们每天都要穿的 哇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Lawrence所说的这个机能性的内裤 长什么样 好 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瑞瑞 它要帮我们试穿 对不对 这个是三角的 对它有三角 然后有灰色 有这个蜜桃色的 其实我觉得跟我的有点像 就是这是什么 是褶吗 对它是这个有红外线 然后加上我们的那种 胶原蛋白的那个纤维材质的 而且其实它的编织方 我觉得设计很棒的地方 它有很多的那些小孔 也就是说你在夏天穿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闷热 而且它的这个弹性实在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 它还有一个效果很好 是它的其实屁股这边 有点提吞效果 OK 我妈妈其实很喜欢 穿比较高腰的 因为她不太喜欢低腰 因为她觉得肚脐会走风 OK 所以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穿起来之后 这个算高腰 对它算是中高腰的裤子 仔细看一下它侧边 这边都有一个叫立体编织方法 它就会保留很多的孔洞 让你散气 你就说那个夏天也不会闷热 对不用担心闷热 另外看一下屁股这边 它其实还有提吞的效果 这两片 它这两片其实有特别 做一个加压的设置 让这个屁股可以比较挺起来 然后仔细看 怎么拉它的弹性都很好 我就觉得设计很好地方 就是怎么拉都可以 真的不用试穿 我觉得什么身形都可以 真的 就是你其实很担心 变胖或变瘦 其实一件好的内裤设计 你会不会觉得很悲 不会 对啊 觉得还蛮柔软舒适的 对 你这样真的臀部提起来了 真的 对 翘臀 真的 你变个翘臀 而且我觉得 身材很胖 做运动的时候 也都很方便 然后你要起立蹲下 都没问题 弹性纤维的设计就是 让你可以有效地 去包覆各种身形 而且哪怕你是腰细 屁股大 或者是屁股小腰出的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 所以瑞瑞穿的就是 我们台语讲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腰臀 那一棵 那一棵 他身体 好空 这不是我们女生 他都一直都脸红了 对啊 这不是我们女生都想要的吗 基本上呢 除了帮我们提臀 然后帮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形雕塑好 然后活动起来自如以外 很重要了 还有加强斯密素的吸收 所以其实他的吸收力就会更好 所以不小心有漏的时候 他可以加强吸收的一些效果 那您刚刚讲他的褶跟红外线 是整件都还是说在 他整件都是用这一个竹炭纤维 然后我们就是有红外线的概念 然后另外就是他 我觉得他很特别是他放了 我们的那种胶原蛋白纤维 就叫蚕丝蛋白纤维 那这纤维有什么好处 他轻腹性很好 比较不会有过敏问题 同时他这个纤维本身弹性很好 塑性也很强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穿一段时间之后就会 比如松脱啊不舒服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他这个我觉得他设计很不错的地方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穿这种内裤 都会担心他会有绑痕 勒痕 不管是腰或者是我们这个腿的部分 那他本身这个设计 是属于轻肤性的材质 你怎么拉他贴近他 穿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 可是还是要每天清洁 你不可以因为穿得太舒服不洗 那他这个要那个 要多久换一次 我们当然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半年的时间 该换内裤还是要换内裤 当然他这个经年性也很好 你一年没有换 会不会撑比较久一点 对还会撑比较久 但是如果你本身的清洁方式不对 比如说你可能平常就没有洗干净的话 那我们今天还是半年换一次 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 你看他里面还有立体的这个编织 我想要做这个动作你知道吗 是 因为你穿的时候才不会闷热 因为他整天贴近肌肤的时候 他本身就有空气可以流动 所以穿起来就不会有闷热的问题 总之我觉得一件好的内裤 是为我们台湾人量身定做 人体工学 让你穿起来不会闷 弹性又很好 又不用变胖变瘦 而且不管是我们的裤腰 然后我们的这个腿部 都可以有效轻肤性 修饰你的这个腰型跟腿型 还有就是说女生 我们的好朋友来的时候 有的人这个肚子就不舒服 你刚刚讲褶跟那个红外线 不是就温吗 对它有温热的效果 就会有温热的 再来就是说它会吸湿排汗 对对对 因为你刚刚讲的 尤其是加强我们的这个私密处的部位 还有加强了编织方法 重点是瑞瑞穿了之后 还可以行动自如 真的 不仅是外形加分 都还可以行动自如 怎么样 刚刚都是我在讲 这样那个瑞瑞跟大家分享的感觉 穿起来就是很舒服 然后不会有勒痕 那其实因为像我们就是肚子跟大腿 比较肉多的 小富婆 就是非常在意穿起来的舒适度 然后其实就是也不会往下卷 我想Lawrence妈妈应该有这种经验 因为你跟我妈妈就是肉比较多嘛 她有时候穿穿 就会这样下来 然后这个就爬一个肉啊 可是她这样就不会有卡住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改变最多 还有就是她的味道有减少了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味道 就是如果运动流汗之后 也不会就粘在身上 比较会闷 对 姐妹们穿 那他们在外面跑业务 跑一整天啊 这种回家后就是也不会觉得说 怎么就是有不好闻的味道 这样也都很舒服 是 这是瑞瑞跟搭的这个什么 贴身的对 亲密的分享 是 是